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呢,还是请大家欣赏兜兰吧 眼前的这两株兜兰呢 就是前些年呢,比较流行的大饼兜兰一类 因为它们的花呢,真的是太大了 这株黄色的我在前些日子呢,已经介绍过了 那时候呢,刚打开 颜色呢,发绿 事实上它的名字呢,叫做Cocca Green 说它是绿色的兜兰 现在呢,已经开始发黄 你看颜色呢,就很黄 当然了,有一点黄绿色 这株呢,非常大 你看和我的手相比 两个花瓣打开的话呢 超过15厘米 上面的这一株呢 今天早上刚开的 事实上呢,还没有完全打开 因为它的这个花瓣呢 还没有完全张开 明后天应该呢 就会成了这个样子 看起来呢,会更大一些 这株兜兰的名字呢 叫做Path Tree of Enzen 它是一个多重杂交的兜兰 这几年呢 这几年呢,很常见 它们的花呢,非常大 非常醒目 花期也极长 可以开三四个月 单花可以开三四个月 现在呢,兜兰呢 已经成为我最爱的一类兰花 因为我现在认为 它们实在是太容易种了 几乎可以说是最容易种植的一类兰花 尤其是在差不多两年前 我把它们换成盆栽土和珍珠盐之后呢 种起来简直完全没有任何难度 长得非常快 非常好 花期又长,花又大 腹花也很勤 我之前呢,有做过视频呢 介绍我用的兜兰植料 你不妨呢,试一试 点击右上角呢 可以看到我是怎么种兜兰的 用的是什么植料 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这些杂交的兜兰呢 种起来真的是太容易了 我现在用盆栽土 它的保湿效果呢,比较好 因为兜兰呢,对 湿度的要求呢,还是蛮高的 我说的湿度呢 只要它的根湿就可以了 对温度呢,没有什么需求 冬天的话呢 普通的室内温度 夏天的话呢 它们是可以留在室外的 在室外稍稍遮阴的位置就可以 很多人呢,认为 兜兰对光照的需求不高 在网上的很多资料呢 也是这样说的 但是以我这几年种兜兰的经验来看 我觉得它对光照的需求呢 还是蛮高的 在叶子不晒伤的情况下呢 尽量给予高光照 有助于开花 眼前的两株呢 是杂交的亚洲兜兰 假如是美洲兜兰的话呢 对光照的需求呢 就更高一些 那我现在呢 把成功种植兜兰的经验呢 总结为三点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 换植料 这一点真的是太重要了 自从我把兜兰换了植料以后呢 那我的兜兰呢 都长得非常好 我用的植料呢 是盆栽土加珍珠盐 下面呢 再加一点石灰石 第二点呢 是水分充足 那我现在呢 基本上保持一种植料长湿的状态 兜兰其实对水分的需求呢 是相当高的 那第三点呢 光照充足 光照充足呢 是兜兰开花的必要条件 是必要条件 所以呢 非常重要 假如你之前呢 觉得兜兰很难种 很难开花的话呢 不妨试一试我的建议 我相信呢 很快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